拍攝也不夠美, 膚色好像暗了一點 讓我整理一下, 整理白一點, 整理美一點 讓我先放上網 那張照片? 老婆, 你已經夠美, 不用再整理了 況且不是越白就等於越美 就像我剛才的藥材店買藥材一樣 中醫師都說, 藥材不是顏色越白和越鮮艷 就是越好 若果藥材顏色異常鮮亮 有可能被硫磺過份紛蒸過 對人體有不良影響 看來, 老婆的下次撿上, 就不要太重手了 硫磺紛蒸化是藥材的傳統泡製方法 透過燃燒硫磺產生的二氧化瘤 可以有漂白、防敷和抗氧化作用 但若果藥材被硫磺過度紛蒸 會影響藥材的品質 過量的異氧化瘤殘留 亦可能會對人體有害 這些藥材, 顏色一般會較鮮艷結白和具有功備酸味 為確保藥材的品質 市民應該在持牌的中藥材零售商購買藥材 在購買的時候要留意 不應該選購顏色異常鮮艷或結白的中藥材 如果懷疑已經購買的中藥材有問題 應該停止服用 並請諮詢合資格中醫師或醫護人員的意見 MING PAO TORONTO